上集说到顾晶月到黑市买东西 童话准备坑他一把 新棉袄你也卖 只有这两神吗 要是还有的话 我都买了 童话摆了白手 没有了 什么价 童话卖的价格是一样的 两套棉袄 他要了一百块钱 顾晶月是不懂 也不会区分 看着体积差不多就没想那么多 但一百块钱有多少 他不是傻子 还是知道的 这也太贵了 顾晶月左手棉袄 右手棉裤 体积又大 分量又重 顾晶月还在犹豫 童话健壮 抢回了棉袄和棉裤 我没说不要 顾晶月背上背着 肩上扛着 手里提着一大堆的东西 高高兴兴地出了黑市 顾晶月前脚走 他后脚就出了黑市 又换了一身衣服去了北市 把手表票和缝纫机票 五十块钱给出了 补充了一些猪肉和两只鸡 还运气好的买到了三十只雪格 这下他能给顾思作鸡鱼蛤蟆跳 知情典礼 顾晶月将棉被和棉袄分了分 孔蜜雪只分到了一床旧被子 脸色再怎么勉强 也冷了下来 童春树很有眼色地说道 雪儿姐姐 你别担心 顾哥肯定能给你弄到君大一 孔蜜雪见他们 还是会把他的事情放在心上 心里松了一口气 不过 他光靠他们肯定也不行 次日 孔蜜雪去大队部 打电话去了他妈厂里 孔琳郎接了电话 孔蜜雪开口问他妈要钱 现在让他妈再准备东西 寄东西 肯定来不及 那我给你会五十块钱 等你用完了 我再给你寄 这五十块钱 孔蜜狼得去问厂里同事借一借 孔蜜雪一听他妈只能给他汇五十块钱 脸色顿时就难看起来 五十块钱能干什么 顾家给顾金月汇了两百块钱 童家都给人偷控了 童家爸妈也给童家兄弟汇了一百块钱 孔蜜雪万分委屈 二话不说就把电话给挂了 思想委员会 王归人刚从外面回来 准备休息一会 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转接过来的人说对方是一个女同志 姓孔 从北方乡下打过来的 王归人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孔蜜雪会主动打电话给他 一接电话 孔蜜雪听到了王归人的声音 嗓子就哽咽起来了 小雪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叔叔 我是不是真的那么令人讨厌 是不是真的做什么都做不好 不会做的东西 可以慢慢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地方 叔叔 你会不会因为画画讨厌我 怎么会 画画的问题 我回头会跟他说 你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应该要互相信人 他都不相信我 还误会我许多事 我解释都解释不清楚 小雪 你告诉叔叔 你对顾金月真的没有其他想法吗 叔叔 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你也跟童话一样 你也觉得我是想抢他的对象吗 我怎么想不重要 重要的是小雪是怎么想的呢 您都这么问了 不就是不相信我 小雪 你和顾金月的事情 捅到我这儿来 是我压下来的 叔叔 我的身体不好 根本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结婚这种事 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算什么女人 谁会要呢 既然如此 你在乡下等一段时间 我会想办法把你接回城 你身体不好 这段时间内 我会让童话他们在乡下好好照顾你 可是谎话 王归人不容置疑的说道 他会听话的 包裹丢了 你是不是还没有过冬的东西 我有时候怀疑他是不是我亲妈 哪有亲妈这么心疼自己孩子的 我在的这地方 冷起来真的能冻死人 最低温度都到了零下五十度 他一点不担心我冷不冷 不心疼我在乡下受苦遭罪 不给我系辈子 也不给我准备过冬的棉袄 王归人没有顺着她的话说 而是道 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养大也不容易 有些方面可能疏忽了 我知道我妈不容易 我刚刚只是一时冲动 其实我明白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们都有爸爸 我没有爸爸 也没有兄弟姐妹 我跟他们不一样 小许 别人有的你会有 别人没有的你也会有 孔蜜雪心中掠过一丝窃喜 童话有个顾叔叔 他也有一个王叔叔 另一边 顾母把电话直接拨到了顾思工作的 顾思接了电话 顾母在电话里就是一通质问 顾思你为什么欺骗金月说是我和金月他爸逼童话下的香 当时童话可是你带来顾家的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逼他下香了 我们给他五千块钱 除了让他别在外面胡说八道 我们可是什么条件都没有提 顾思神色淡漠 与顾母的生气和质问比起来 他显得不慌不忙 你知道顾金月下香之后做了多少事吗 这跟你胡说八道有什么关系 那个贱丫头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帮着他这么说话 顾思没了周旋的耐心 顾金月自认为被童话退婚 又被童话敲诈 失了四孙和颜面 所以他在乡下不停地找童话的麻烦 我儿子说的也没错 本来就是他退的婚 敲诈了我们家五千块钱 顾思冷哼一声 顾金月和孔蜜雪他们冤枉童话偷钱包 还报了案 结果是假的 卖收的时候 他们去偷了童话做的红烧肉 被当场抓到 现在你儿子他们几个是当地大队有名的废物 有名的偷肉贼 不可能 前两天顾金月他们还去偷了童话邮局的包裹 被童话抓到后 顾思继续说道 转头他又把我的东西给了别人 导致童话找上门算账 顾母恼怒道 童话那个贱丫头 他拿了我家五千块钱 这些钱买他几个都够了 我儿子拿他点东西怎么了 你儿子再这样继续找童话的麻烦 他的结果就是下农场去改造 顾母脸色大变 觉得对方说的太会起 顾思你少胡说八道 顾思语气轻缓又定 顾金月一直觉得童话亏欠他 才想去报复童话 如果童话没有亏欠他 他自然就不会再去报复童话 也不会再惹出那么多的事来